国庆大会有热闹也有严肃的一面 马英九总统今天在国庆演说当中 首度回应中国总理温家宝先前表示 对台湾撤除飞弹最终会实现的说法 总统表示希望撤除飞弹能够尽早实现 另外总统今天也宣布将在总统府 成立人权咨询委员会 进一步提升台湾的人权水准 中华民国99年国庆 总统马英九借着这个重要场合 首度公开回应中国总理温家宝 对台撤飞弹最终会实现的说法 这场国庆演说除了两岸关系 马总统多琢磨于国难议题 以改革开创追求社会公益为题 提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益 此外马总统强调台湾民主的深化 也宣示在总统府成立 人权咨询委员会提升台湾人权的水准 国庆演说中马总统更刻意穿插以国台客语 直接诉求不同族群的庶民 并配合手势强化语气 一一回应民众对于政府施政的期待 值得关注的是配合建国一百年的主轴 马总统今年演说一开始破题 以及最后呼口号都刻意提起主权 强化台湾意识 这是世界华人绝无仅有的成就 我们深以台湾为傲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记者宁选吴家宝台北报道 中华民国万岁